小魏 你在哪儿呢 我的姑奶奶可找到你了 我奶为我徐主任哪 主任 我刚从国外回来 代班的那个桃子 今天早上出了车祸 我听说把秀里广场的那个围栏 都给撞飞了 你就过来救救驾吧 我的姑奶奶 我跟你说 要不然我这儿 可就真就开天窗了 我倒是义不龙死 可是我没做过新闻主播呀 你不是进修个卫影主持吗 我们一直觉得你没问题 对 你可别跟我说你还怯场啊 您倒不怕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那我这就过来 五秒前 四 三 二 二 一 开始 欢迎走进新闻快报 我是主播权威 被收视频观众的波视运团 多番上市流过 今日 终于宣告过天 今日 我是著名名义企业波视运团 公布多项报告 指出投资上市运团 暂且中小告天 去年六月 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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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瞧瞧 威姐在播新闻哪 真是 这不是他平时播的节目啊 这能者多劳呗 威姐播起新闻来 有板有眼的 真厉害 您先看着 我到前台去忙啊 来 去吧 这是我 那儿女儿给我也签个名呗 你干好了就不签这儿 还是我一样是吧 行行行 来 复派后 该股连续达出十亿的账 孙雪 王老师 您教你啊 对 王二哥女 我平时她 主持的不是这档节目吧 真漂亮 真棒 真棒 您怎么王山夫这么优秀 你帮您进入调查 骗子花招多 適合徐提神 你什么意思呀 我告诉你 全叔三十年前 他也是一特别精神的小伙子 您这很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 我送晚 送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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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看 要获取更多资讯 请关注我台下方的微博 微信及客户端 来来来 汤来了 热汤来了 艾兰儿 你今天辛苦了啊 播了半个多小时的节目 肯定口干舌燥了 来 吃点热汤 补补 其实吧 我播完以后 觉得自己痛一舒畅 也特别舒服 我觉得呢 我应该取消我这个婚嫁 直接回去上班 全主播 你这都怕成台柱子了 还休成嫁呀 我听说啊 像你们这种主播 是不敢请假的啊 有一波小鲜肉等着 占你们的位置 我今天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像我一样 这个工作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我工作起来不但不觉得累 我反倒觉得是一种享受 你想啊 你们以后不单单 会在新闻节目上见到我 也可能会在娱乐综艺节目上见到我 我不打算给自己设限制 我也让所有的大门都向我敞开 二姐 你看啊 你这事业上的大门是敞开了 可是你这家门什么时候对 我 我觉得啊 就是蜜月嘛 你可以找时间再过 这个谎言它也有兴致的 它分善意地跟我 我觉得二姐做得对 杜思远她骗你一次 肯定有第二次啊 教育一下是非常有必要的 要是我非得拿手铐 把它铐在马总上不可 行了 老三 那你真是的 一个没出阁的大姑娘 什么都不懂就知道起哄 你别听她的啊 妹夫说到底是出去办公事 又不是华田酒地去的 男人就应该以事业为重 她虽然没有陪你去肚蜜 但是你想想 她为咱这个家办了多少事啊 大姐 你是不是受什么贿赂了 禁提杜思远说好不好 你不是也一样 我没有那么明显 我说的是实话好不好 像妹夫这样的女婿 上哪儿找去啊 是吧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说到底 这夫妻二人过日子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别去计较那些 这是教训她一下 她才会长记性啊 印象深刻 才能知错就感 对吧 我现在啊 心思都在工作上 我根本不会考虑她 你们都不饿什么 说到底 就管那个恒温香漏电 把那个西医给电死了 要不然你说的肚毒 她怎么可能也不归宿啊 什么恒温香啊 就是那个 周一死了 嗯 你不知道 杜杜那天没回家 是有原因的 怎么就没人告诉我呢 周一死了 周一死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 我 什么味儿啊 杜杜一直不愿意争 为什么呀 她说 她希望你给她的女儿办一个葬礼 是不是还要开追悼会啊 你觉得这个要求合理吗 老婆 Zoe是杜杜十岁生日的时候 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行了 行了 我知道了 杜杜 杜杜 是阿姨不好 我没有想到作业会这样 你能原谅我吗 杜杜 这样 我会去买一条一模一样的送给你好吗 杜杜 杜杜 我知道 你还要说是还 explor这样的 你那不断做得 loi 老婆 你还没想 Out 我女儿还怎么做啊 买罐碑 来口棺材 再买块墓地啊 其实没那么复杂 嘟嘟的意思呢 就是找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 挖个坑把他卖了 就这样 还能怎么样呢 你没闻到家里什么味儿吗 再不处理的话 这个家待不了人了 好 我同意 杜思远 我不想纵容孩子这样的行为 这是最后一次 明白 看在你那边的啥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那个 不是我俩去 是你和都督 这是她的条件之一 我明天早上来接她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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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